改密码还需要房产证证明,那取现金用啥证明?荒唐。 网友的讨论此起彼伏,对于银行的做法也是忍不住回腔,安山某男子去银行修改银行密码,却被告知需要提供房产证,医保证明,不证明不给办,更是表示是为了配合公安局,使公安局下达的指令,以防不法分子盗用他人信息。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呢?银行的这一做法究竟是客进之手,还是在故意刁难,揭秘案件,动线真相,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欢迎订阅小七七郎管。 不提供不给办,2022年的某天,安山市的小张去到当地的一家农业银行,想要修改自己的银行卡密码,他说自己的那张卡已经办理很多年了,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过,密码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最近要用到此卡,便想着去改个密码,通过网络查询和向朋友咨询得知,修改密码一般就是带着相关证件,比如银行卡和身份证就可以进行修改了。 当天他便拿着这些证件去到了当地的农业银行,然而一个更改密码的业务却是让小张犯了难。 我拍了老长时间的队,结果到我了,我说改密码,人家让我出示房产证和医保证之类的东西,可是我没有。 小张回忆道,我对他说,我只带了身份证和银行卡还有手机,之前没听说过要带着鞋才能改密码呀。 可工作人员却无情地告诉他,没有房产证或者医保卡,就不能办理这样的业务。 这让小张很是纳闷,自己只是改个密码而已,什么时候也没听说过要带这些东西啊。 既然我的身份证可以证明这张卡属于我,这张卡也和我的手机卡绑定着。 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办理相关业务了,修改密码和房产证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小张走上前去询问工作人员,这是什么样规定? 为什么自己从来都没听说过改密码需要房产证? 工作人员告诉小张,这些都是公安机关要求的,自己也只是依法办事。 他们解释道,现在的诈骗很多,有很多人用别人的身份证开户,或者盗用别人的卡进行洗钱等违法行为。 所以只有身份证,我们无法确定这张卡就是您本人的,我们也是为了您的财产安全着想。 听到工作人员这样解释,小张更加生气了。 他认为自己拿着自己的银行卡来办理业务,凭什么要被怀疑成犯罪分子,自己也没有犯罪前科? 他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就是想改个密码而已,都排半天对了,今天是必须改成不可。 可工作人员丝毫不理会小张的要求,仍然拒绝给小张改银行卡密码,既然是公安机关要求的。 那你们出示相关的文件,如果拿不出来,那你这就是故意刁难我们老百姓。 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拿不出文件,只是表明自己是按照公安机关的指示去执行。 这场争执使得小张本可以十分钟办好的事情,应是拖了半个小时之多,小张不理解。 自己只是修改密码,现在又要出示房产证,又要出示医保卡的,那自己的信息若是泄漏了,又该怎么办? 小张对银行的态度感到十分生气,他立马就拿出手机,想要录制视频,将此事发布到网络上,让大家给自己要个说法。 银行的工作人员见状立马走了过来,并试图抢夺小张的手机,几人顿时争执不下。 好在此时,银行的一位主管走了过来,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他先让小张冷静了下来,随后又再次对小张解释,此规定并非是为了故意刁难平民百姓,而是公安机关却是这样要求了。 这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财产安全,以防其他的不法分子想要利用他人身份证进行诈骗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行为。 此外,主管还告诉小张,如果无法提供房产证或者医保证等材料,也是可以提供社区证明或者是单位的证明等其他材料。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开始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无法提供房产证,医保证这些材料,就无法办理相关业务呢? 要是早说,我也不至于只带了身份证排几个小时的队去等啊。 主管说,这些是按照一定的等级进行排序的,提供房产证是证明个人信息的最有效方式,没有这一项才会再考虑其他的证件。 最终,在主管的协调下,他们破例为小张修改了银行卡的密码,可尽管如此,小张的内心还是觉得很不满。 他认为,因为自己是普通百姓,所以就被银行如此对待,他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并且让小张最为纳闷的是,不仅修改密码,还要出示身份证,问银行所谓的公安下达文件,银行也拿不出来。 小张还认为,今天是因为自己将此事闹大,所以银行才破例给自己办理了业务,那其他的百姓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和自己一样幸运了。 所以,他仍将此事上传到了网络上,想让大家给自己讨个说法。 对于此事,一位银行业内的人士称,这其实是一起由公安机关的断卡行动而引发的纠纷。 而断卡行动指的是为了打击电信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以防有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证进行非法交易。 因此,银行说自己是按公安机关指示的这一说法也是属实的。 而银行要求客户提供的一些辅助材料,比如房产证、医保证等都是作为身份补充的参考依据。 但这些材料并不是必须提供的,只是作为补充的依据。 如果客户无法提供这些材料,也可以提供其他的相关证明。 只要能证明是本人即可,此视频一出就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认为,银行的此做法过于严格,而且也没有必要。 这无疑是给老百姓增加了许多麻烦。 他们称,仅仅是修改密码就需要如此多的材料。 如果一些百姓确实没有房产证,没有医保什么的,那办理业务岂不是更加麻烦了? 这些网友认为,银行应该多一些人性化,多一些温情,多一些灵活性,而不是将百姓无情地拒之门外或者一刀切。 但也有网友认为,银行的做法并无不妥,现在的诈骗案例层出不穷。 银行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财产安全。 有的犯罪分子用他人的身份证或者盗用别人的卡去进行洗钱或者诈骗的犯罪活动。 而银行要求出示相关的材料证件,也是为了确认他们的身份,同样保障我们的财产安全。 作为百姓,我们应该去理解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尽管小张和银行都没有什么过错。 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沟通,才会发生这场闹剧。 假如银行提前告知客户办理业务时,需要携带哪些相关证件,而不是等客户到了之后再告知无法办理。 而客户也同样需要对银行的做法表示理解。 面对银行低解是,小张也应该冷静一下,而不是充满抗拒。 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和换位思考,才能更好地去解决问题。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看,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件事? 首先,银行对于修改密码的业务提出需要房产证、医保证等证明。 这是否合理合法?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 其实不然,今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不法分子进行诈骗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 拿着他人的证件,进行洗钱等诈骗活动的案例也层出不穷。 所以,银行的这一做法并非不合理。 但是,合理的要求并不代表操作无懈可击。 本事件中小张之所以会对银行不满,主要在于银行为提前告知客户需要携带相关材料, 才会导致客户无法理解甚至感到愤怒。 银行要求携带的相关材料,比如房产证。 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提供的信息,这也加大了民众办理业务的难度。 此外,关于小张录制银行相关视频,这是否侵犯了银行的相关权益? 根据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民实行为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 应当遵循诚信使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小张录制此次事件的经过,这是他的知情权和个人的权益自由的表现。 不过,银行作为一个公开的金融服务机构,可能会涉及其他客户的敏感信息,以及银行自身的信息。 假如小张录制到这些,那么按照相关法律,小张就侵犯了其他客户或者银行的隐私权。 银行是有权利要求小张对视频进行删除的。 所以,小张的这一行为,我们不能直接就认定为是小张的录像,侵犯了银行的隐私权。 最后,对于公安执行的断卡行动,又是否合理呢? 公安的断卡行动,实际是为了要求银行加强对客户信息身份的核查。 虽然这样的操作增加了银行和客户的操作成本,但也同样提高了银行业务的安全性,大大减少了不法分子的犯罪可能。 此次的事件也给有关部门提了个醒,民众需要的不仅是安全性,还有便利性、效率性,遵守规定是必要的,但也同样要与民众有足够的沟通,以此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